现在是5点48 我已经起床准备中午的午餐了 因为我今天要上班 空调开到18度 你看这两个人 裹着厚厚的棉被 天的安眠亮 每一次这个阿姨都起来乘搭 现在是6点半 经历了一个小时终于出门了 我都把我自己的衣服就放在桶里面 然后在人多的地方我就穿我海童家政这件衣服 我感觉我这么努力 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哦 现在是下午的6点多 下班了 今天算是下了一个早班吧 今天七夕过节 太累了我又不想懂 就在家里面吧 刚刚孩子的爸发微信他说 我今天要不要去过节 等过情人节 七夕情人节 你出不出来过节吗 想想还是算了吧 出去的话 又要花钱 我一天12个小时才赚200块钱 如果我出去跟他过节的话 带上孩子 那我今天白干了 还要搭一笔钱进去 算了吧 还是被现实打败 再说了 都是老夫老妻了 过什么节呀 我现在就是衣服也做好了 然后名片也印好了 但是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我真的是辞掉工作 自己去跑业务吗 这样的话就没收入哎 如果我边上班 就是边去拉业务的话 我拉到业务的话 我也不能说马上就辞职 所以说很纠结 就是我现在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你们帮我出出主意吧 到底是辞职以后 去发名片 然后自己跑业务了 还是边上班边跑业务 哎 我真的头好痛啊 你们帮我想一想吧 然后评论去告诉我哈